像我這次去美國 整個投手球大概四五十個投手 每一個隨便丟到95 這一定不是天生的 因為如果說四五十個人裡面 有三個四個丟到95 150以上 那可能是天生的 可能你的天生能力就變好 可是當四五十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投95的話 那就不是天生的 那他們是經過一些訓練 然後他們去嘗試 然後他們從比較年輕的時候 階段就是接受這些訓練 然後當他們的身體 會負擔到職棒的時候 或他們身體的訓練價值 已經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表現效果 在台灣這一塊 我們需要做更多 然後需要更多人去分享 跟我們之前高中教練在聊天說 如果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有一些方式可以接觸到這些的話 或是有一些機會 你可以到國外去走走的話 其實它會改變你整個生涯 因為你會覺得說你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可以讓你的身體素質更好 你就會自主性會好一點點 訓練很多種嘛 就是像我們每年都會去國外去 參考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覺得像訓練場所跟健身房 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去健身房 你是去練你自己的體格嘛 那訓練對我們來講 只是訓練是要怎麼讓你在 你所謂的運動表現裡面 得到更好的發揮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難題 包括我自己在內 因為如果我自己真的對這方面很厲害 很了解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受傷 那可能就是因為有受過傷 然後了解在做復健的一些過程 那如果這些資訊可以給更多的小朋友知道 或是一些喜歡運動的人知道的話 他們可能可以有更簡單的方式去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 很多方法它不是說看書 或者是你去國外看人家表演 你就會 那我覺得在中間你嘗試很多方式之後 它一定會有比較不好的 然後比較適合你自己的 那其實訓練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同一套訓練課程可能對我有用 可能對你沒有用 那就變成是相對的是 我要去找一套方法是對你有用的 我們就以棒球來講 投手它需要的 它是不是需要重量訓練 它一定是需要 可是它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重量訓練 然後這套重量訓練對你是不是有用 能不能幫助你在球場上的表現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那需要很多時間 你需要你很多的力氣去投入 你才能夠達到你想要的重點 因為對我們來講 訓練這種方式變成是 它怎麼讓你在球場上表現得更好 你自己一定要花很多心思 而不是說去看了書 或是你去參加一個課程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回報 它會需要一點點時間 我個人認為 像我們很多時候在去做 某些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也是算在 在試看看 因為它做的真的有嗎 不一定 可是你只能從多方面的場次去 找到一個適合你的方式 那如果你同一套方式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它能不能得到效果 一定有 可是它效果會不會有限 我覺得有 也會有 因為你不願意去學習新的東西 其實這個想法一直都有 我所謂的印象就是 當我們真的是 決定要去執行的時候 它只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可是當這兩個月的時間之前 很多年前 我們在接受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想法 說為什麼台灣沒有這個環境 所謂的健身房 當然也有它的優點 可是就變成是 像很多球員 他們沒有辦法去接收一些 新的訊息的話 那我們怎麼帶給他們 我覺得這是我們目前 一直嘗試去做的東西